我们开始前讲一讲这一条数 我们先看看有笔就抄低 没有笔就当听一下 这个我们是一个指数计数方面 我们以前学过 一个指数率、index 去解决方程 解决方程 而这个方程 我们不是解决Q 我们是解决X Q是什么是完全不重要的 要留意一下 可以吗 所以在课堂里面 去解决这条数 纯粹就用X就OK了 好,先看看A A是说什么呢 首先Q的POWER2X 即2X次方 再Q的3次方 等于Q的3X-1次方 写下它,好吗 乘以Q的3次方等于Q的3X-1 因为现在我们的基数 大家都是Q 那真的可以做事了 而左手边我们看到 两个数字是双乘的 我们的指数会怎样的 双加的 记不记得 有没有印象 那里面有Q的2X加3次方 等于Q的3X-1次方 那如果我们大家说了Q的次方 等于Q的次方 那就是说 我们变成现在这两个绿色 我们描述的东西 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同不同意 对,有了这件事 就是说有2X加3 等于3X-1 OK 出来的结果就是-X等于-4 最后X等于4 那A part我们就这样就做完了 最紧要我们要留意就是说 现在A part想你知道的 就是因为我们的基数相同 就导致到我们只是靠指数 就可以进行了一个比较 左右两边双等的时候 就可以做了 但是 题目本身因为两者双乘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直接就做了 我们要把它合併为一件事 OK 到B part B part好像有点难度 我们200 等于 留意了 跟着我这里写 是2乘以2的X次方 再乘以2 不是2 是5的X次方 咦,为什么你会这样写的 有没有人知道 这样写的原因是 它本身就是2的1次方 对不对 刚才说的上一条就说 Q的2X次方 再乘以Q的3次方 我们可以把它合併 成为2X加3次方 现在我要把X加1次方 拆掉它 变成什么 1和X 两个东西 为什么要这样变呢 因为我们看到 这里大加X次方 基数不同 但是我们也可以贴 怎么贴呢 就是2乘以2 就是把基数 整成10的X次方 真的吗 这个 试一下 2的2次乘以3的2次 是否等于4乘以9 等于36 就是6的2次 那6是否2乘以3 是的 那我引证了这件事 是对的了 所以10的X次方 我们是可以写的 左手边依然是200 而我们有2乘这个关系 这个2可不可以调到左手边 除了先 100 10的X次方 10的不知多少次方 等于100的话 答案我们呼之欲出 10的多少次方 会等于100的 2 所以X就是2 完了 这个指数 两个A和B 我们有不同的东西解释了 B part是希望你留意到 这个加1 我们在就这样看是做不到的 但是将加1拆散它 就会变成2的X次方 和5的X次方可以合并 OK 原先的就是Q的X次方 和Q的3次方 要合并去 再作一个比较 一个是比较 另一个 你可以写多一步的 其实 多一步是什么呢 就是10的2次方 等于10的X次方 那就完成了 可以吗 这个就是这样 OK